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工智能的汹涌浪潮正席卷各行各业 一方面相关技术发展突飞猛进 数据 计算力 算法和网络设施等快速迭代 而另一方面 关于人工智能未来是否会到达人脑水平 进而取代人类智慧的讨论也不觉于耳 国际脑科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 现任清华大学药学院教授的鲁白 就经常被问及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脑的问题 在不久前继续采新时间专访时 他即表示 人脑运行的原理非常复杂 人工智能只是借鉴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人是永远超越人工智能的 作为神经生物学家的鲁白 长期致力于神经营养因子 突出可塑性以及神经与精神疾病方面的研究 有多项重大发现 亦是国家千人计划的学者之一 他本科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 之后赴美留学 取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 以及陆克菲勒大学博士后 他曾先后与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 NIH精神健康研究所等机构从事科研工作 2009年至2013年期间转头商界 出任葛兰素什克中国研发部副总裁 2013年10月起加入清华大学 担任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2016年起出任清华大学药学院教授 在鲁白看来脑科学与人工智能 这两门之前基本上不交互的学科 现在已经开始交互了 他希望未来用人工智能的方法 推动脑科学研究 而人工智能也可以借用脑科学的理论 来进一步提高 那卢老师我们先来聊一聊 这个人工智能 现在一个实际很热的话题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人工智能 计算机领域这个科学和神经科学 是两条完全不相交的线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研究的进展 一些发展 比如说像我们讲到 现在这个深度学习 是借鉴了神经科学里面的 一个很小的方面 但是整个这个逻辑是怎么样的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 简单来讲吧 人工智能其实里面包含的内容 是计算机的一个学科 其中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非常多 人工智能的确会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应用 比如说语音识别 图像识别 比如说无人车 都会用到人工智能 特别是深度学习这样的一个 计算机科学的一种技术 但是这个技术只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 那么人工智能这一个深度学习 这个里面 它主要是借鉴了人的视觉神经系统 怎么来看待外界世界里面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在这个计算机科学里面 它把它叫做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或者叫做CNN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其实神经 就像您刚才说的 神经科学与计算机科学 长期以来是两条 两个平行道上跑的车 它们之间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交互 那其实人的大脑是非常复杂 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原理 可能可以被计算机科学 用来更进一步地提高 人工智能的效率 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 大家都抱着一个探索的心态 跨学科来看 接下来人工智能继续往深度走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它也会产生一些 类似于人的社会属性 或者自我意识这种类似的特性 我觉得吧 关心人工智能的人 可以分成两大波 有一波是做人工智能的人 或者做神经科学的人 那我们都没有担心 这个人工智能有一天 能够有人的某些特殊的属性 包括情感 包括意识 包括创造性 抽象思维 就是包括计算机的人 包括脑科学的人 好像都没有这个担忧 而在大众或者在媒体 还有一些比如说科幻 他们都觉得这个东西 很吸引眼球 所以我就被 我相信其他的 做人工智能的专家 都经常被问这样的问题 就是是不是我们的机器 有一天会有部分人的那些 所谓的超级功能吧 就是说自我意识 意识 情感 我觉得用一件简单的话来回答 就是不管人工智能 发展到什么程度 它都是人设计的 所以人永远是要超越 人工智能的 就是因为它 这个本身是机器 机器是人设计的 你说能不能有一天 我们也给机器设计一个 对某些情绪情感 做出我们认为 人应该做的这个反应 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但它这个作用的机制 是完全 体系是完全不一样 机制是完全不一样 它是人设计的一个 故意拿来 让你觉得 它有这个人的反应 的这种反应 其实它不是自己 能够产生这个反应 因为它的整个 这个体系不一样 要不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说 有几个方面的体系 是不一样的 其中有一个不一样的 是这个hardware 就是硬件 这个机器的硬件 一旦做成了以后 它就是这个样子 它不会变的 它不会变大 不会变小 不会长长 而我们这个人脑 包括动物的脑 它天天 时时 秒秒 都在变 就像您在跟我对话 您的脑子里面的 神经的突出 也在那里变 所以这个是一个 从基本原理上面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您的大脑 在随着环境的变化 时时刻刻的 你的硬件在那里变 你的突出会长得 数量会增多 突出的大小会改变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是发育 这个任何一个有机体 从动物到这个人 都有一个从出生到成长 到成熟到老年 那个衰退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机器是没有的 那当你 因为有了这个发育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在发育过程当中 你就会遇到千变万化的 这个环境 而每个人经历的 这个环境都不一样 因为它有这样一个 发育过程 它就会给自己留下一条 非常非常特殊的 特异性的一个这样一个 对脑子的一个怎么样 印记吧 所以这又是跟电脑 相当不一样的 所以就这两点 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不管怎么样 机器怎么样发展 机器是人设计的 那么人总是可以 在总体上战胜机器 但是在某一些方面 那当然机器 你比如说下围棋 人已经下不关系 计算 记忆这些方面 可能是 这个人是没法跟机器 也不必要 对 您刚刚讲的这个话里面 有一句话 说这个人工智能 可能不一定能控制人类 因为它是人设计的 但是它一定会超越人类 比如说 这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讨论的 大家都担心 这个人工智能发展下 就会引发这个失业潮 这似乎对于大众来说 听起来就是一个趋势 它到底这个步调会有多快 以及您在很多场合 其实也提到过 就是我们的教育 在面对这样的趋势的时候 应该由什么人来进行这个教育 对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觉得吧 这个总体的发展趋势 发展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 那么总体的发展的趋势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 因为这个人工智能 计算机科学 以及技术 对我们整个行业带来的冲击 使得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变得自动化 变得更方便 所以的确我们很多职业会消失 那么会给我们人的生活 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方便 那么一个方面的发展 就会使得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去思考 去享受 去经历各种各样人生 非常有趣的事情 而不要把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精力都放在 为了生存而去工作 我们是为了兴趣而去工作 所以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 发展的另外一个大的方向 的确是有很多很多 特别是重复性的 需要经过很多很多次 重复的这个工作 会被消灭 或者会被消失 但是呢 同时它又会 你看人类整个发展的意思 每当有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 代替了这个传统的一个职业 但是它同时又会衍生出非常非常多的新的职业出来 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汽车工业 对吧 过去我们是用马车的 那马车它有一整套的 比如说马鞍 要维护马鞍的人 要有这个喂马的人 对吧 要有这个给马 让马住的地方 对吧 这个道路也是不一样 那现在我们有了汽车了 那有了汽车就有加油站 有汽车的维修 这些都是衍生出来的工作 那同样我觉得 人工智能的 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推广 都会产生出更多更多的工作机会 所以其实我们人类大可不必担忧 就是有一部分的工作会被消失 但是又会有更多的工作会被产生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教育问题 就是随着社会的大变革 这次我觉得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这是一次大变革 这是一次大变革 就会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带来很多工作没了 很多工作又会创作出来 那就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就是我们在人工智能的 这样一个大发展的时代 我们的教育应该怎么办 因为过去的教育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 叫做职业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进大学 进大学的目的是 为了以后要找一份工作 但是当我们在大学里面学的东西 在工作时候是没用的时候 你的大学难道不要改吗 对吧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在教育 就很多有私之事吧 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大学教育到底怎么改 那我们的学习方式要改 我们的教学方式要改 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 学生老师以及整个学校的这个跟教育有关的人士 都要有一个我把它叫做人工智能的意思 就是你首先你得要科普 你得要知道人工智能能干什么事情 人工智能不能干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一个比较安全的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很有信心的一个预见的事情 就是创造性的工作不会被取代 那么以后就有更多的人做 比如说服装设计 比如说做艺术做科学创造 这些行业应该不会被取代 所以我们的教育要更多的注重 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创造力 对吧 另外一个是服务性 特别是要人来做服务的服务性行业 因为服务性行业是一个人性化的事情 所以我们服务性的行业会有更多的需求 我们更多的需要的不是机器的带来的方便 而是带来人性化的情感上面的服务 所以这个应该也不会 而且需求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整个教育 从一个简单的职业的培训 为职业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要逐渐逐渐转变成一个 现代生活的一个为基准的一个教育 就是怎么样更多的有创造力 怎么样更多的享受生活 怎么样更多的对人类有贡献 另外我们更多的服务这一类 除了科学家和教师 鲁白近两年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 新媒体人 2015年9月 他与北京大学教授饶益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谢宇 共同创办的自媒体知识分子 正式在微信上线 致力于向公众传播科学思想与文化 推动科学教育体制改革 目前已经发展成为 拥有百万粉丝的影响力平台 2016年起 知识付费模式承报发誓增长 以知乎Live 分达等为代表的知识付费类产品 广受青睐 知识分子也在2016年11月 正式上线了付费音频栏目 科学队长 力求把握住知识付费的风口 对于鲁白来说 是怎样的机缘巧合 让他进入了自媒体领域 他如何定义知识分子 作为知识传播平台的责任 他又会如何判断 知识付费风潮 未来的生命力呢 讲到这个教育 在最开始您创立赛先生 那知识分子的过程当中 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觉得 学者真正就是来到 这个自媒体领域 其实是挺少的 有的人是不屑做这件事情的 但是到今天 他已经成为了 您的另外一重身份 就是非常受大家的认可 我知道有很多的学者 其实也希望能够 把自己的知识经历 能够给更广泛的 一个大众进行教育 但是从这个过程当中 就这件事本身 从您做这件事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就从你想象中 到真的做下去 您的这个观念跟意识 发现是当时想的那样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们一开始在做的话 纯粹是一个好玩 就是我饶意 谢宇 我们三个人本人都比较喜欢 把自己的对生活的体验 对某些事物的看法 自己写成东西 来给大家分享 本来一开始是给小范围的朋友分享 后来又发表在报纸上 后来我们就觉得 这个事情是一个蛮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做博客 后来就做了这个微信公众号 后来我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其实从一般的互联网 到了自媒体 到了这个有移动互联网 有公众 微信公众帐号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主要就是说他把传媒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bar把它放低了 就是把这个门槛把它给放低了 所以就使得我们其实人人都可以来 这个分享都可以来创作 那么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的这微信公众帐号会这么火 其中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 我是学脑科学或者学心理 其中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 其实人他都是想要分享的 人是一个社会动物 他希望把自己的感受 通过某种形式来分享 过去是因为这个门槛太高 你要这个经过编辑的批准 你要被审稿人 对吧 然后还要被B稿 而且媒体的数量也不是那么多 现在我自己都可以弄 所以这就给很多愿意 非常向往分享 以及能够做这个事情的人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那后来我们才意识到 这里有一个字的转变 就是从我们自己想写 变成了大家想大家写 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平台 当然我们这个平台 是有一定的高度的平台 就是我们会选择性的 邀请一些人来参加到 我们这个平台里面来 我们也是有选择性的 我们做一个平台 不是随度会发言 我们是有导向性的 我们的导向是怎么样来 推动科学文化 怎么样来推动体制机制的改革 就如此的吧 对国家的一些政策 一些作为一种咨询或者是建议 然后对百姓的 对科学的 对知识的渴求 对科学技术的渴求 做一些科普的推广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所谓叫做愿景 或者理念 就是基于这个理念 我们来做这样一个东西 在做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 我们逐渐逐渐意识到 就这个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首先我们通过这个平台 笼络了很多有知识的人 有思想的人 那么我们变成了一个社交群体 对吧 这个社交群体 我们有一个自己 一开始有意识无意识地说的这句话 后来就变成我们一个口号 叫做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因为我们在我们上面发言的人 很多都是有影响力的人 大学教授 国家干部 社会名流 那他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来影响他们周围的人 而他们周围的很多 又是大学生研究生 也是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我们就是尽管说 很多人去追求粉丝量 我们的粉丝量并不很高 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就一种社交媒体的方式 变成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 这样一个 然后我们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也更加有意思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要把关的 不能够什么东西都放 我们要有一定的理念在里面 另外一个方面 就使得我们变成了 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 我们变成了一个媒体人 其实我们本身的身份是科学家 我们每天干的事情是做科研 做教学 带研究生 然后这是我们的主业 但是有意无意的就变成了 我们在很多的媒体场合 就会我们有线上活动 线下活动 诸如此类的 就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 对吧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我们逐渐逐渐意识到 这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公益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organization 一个组织 那一个组织就要有团队 要有这个怎么样 我们要能够自负盈亏 那么有商业的成分在里面 有这个社会责任成分里面 还有就是交往就变得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突然一下 最近两年的我的维新的群 就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这是对我们的生活 也是另外一种改变 总体来说 就是这个生活变得更有趣 更有挑战性 您现在这个身份 网络上叫KOL Key Opinion League的 对对对 你体会到了这个 作为KOL的责任和影响力 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聊到这个知识付费的问题 现在其实知识付费竞争 其实很激烈 您作为其中的参与者 你觉得知识付费的这个风潮 接下来它的生命力有多长 它会朝着一个垂直 更垂直的方向去走 还是有可能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力 这个我说不好 因为我们其实自己也在探索 对 探索的成果 到底要不要做知识付费 怎么做知识付费 我们的这个导向是什么样的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首先得想清楚 我们的愿景是什么 我们的导向是什么 所以这件事情 坦白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想清楚 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来了 知识付费就是 从去年到今年就变成了 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件 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 特别是随着我们生活的水平的提高 我们越来越多的人 会愿意去花99块 或者199块去得到知识 知识就在你的手指尖 那么我怎么来看 知识付费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它代表了一个 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 对知识的渴望 对知识的需求这样的一个阶段 第二就是给我们的学者 给我们的知识分子 对我们有能力分享的这些人 也提供了一种非常简便的方法 来把它自己的知识分享 从中也得到了一些经济的回报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至于它是朝哪一个方向发展 我觉得可能还是看最后市场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推动吧 就是有多少人的需求 会推动了整个这个事业的发展 我觉得现阶段 我自己猜想到这里 你在一边问我 我一边在想 现阶段是刚刚爆发的时间 所以你会愿意去这个99块 那个199块 当这个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博客 后来做微信公众账号一样 大家对这个产品会有需求的 这个要求会提高 那么这个时候就看你 到底是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或者是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会使得有长久的这个成功 那我想象的可能是几个方面 一个是教育问题 教育是中国人特别关心的 特别是这个孩子的妈妈 会非常想 我怎么使我的小孩 能够受到最好的教育 只要使我的小孩 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 我什么方式 只要好我都用 所以对教育会有一个相当大的需求 这是一个移动互联网 微信带来的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另外一个是医疗 就是很多人当我不舒服的时候 我很快想 我在手指尖 我就能够得到一些信息 那么假如说有一种办法 让我知道这一些基本的 常见病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我花99块钱 去一个系统的了解一下 比如说常见病 我会是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这是我的想象 还有第三种是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就是广大社会对科学 对科技 对知识的需求 这个 这就跟我在当时做知识分子 说的科学 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形成了一种 就是不谋而合的这种一种契合 就是说我越来越体会到 这真的是变成了一种人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觉得我学这个知识 并不是说完全是为了要有用 我学的知识 我就是想要知道 天体是怎么样演化的 人类是怎么样过来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奇 有趣 还有包括对发现这些科学的 这个科学家的人生 我会对它有趣 而且我会对一些 比如说黑科技 或者是一种新的爆发 新的这个新的科技 我觉得我需要了解 这个科技 也许在将来 不远的将来 就会对我们的生活 有所影响 那么我是希望 我是尽早知道 这个科技可能给我们生活 带来变化的这个人之一 所以由于这一系列的原因吧 我们的需求量会变得越来越大 就是对知识 对科学 对技术的需求量 会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我是总体想 大概是这三个方面 教育 医疗 还有就是对这个知识科技的这个需求